那尤其是面對現在高房價之外的貧富差距的問題 就是提到說 關於最近大家所在討論的所謂超增4500億等等 我們還是要提到就是說 那目前財政部的規劃 最快什麼時候 不管是你說振興券還是消費券 N倍券還是現金 如果就算要上路 你們預計最快是什麼時候 這一部分 剛才我跟好幾位委員報告過 因為這個行政院書院長 已經有指示各部會 就是在沿你一些 一些議後的振興的方案跟這個 這個協助那些弱勢的團體 所以你們現在演藝最快是什麼時候 是過年後 呃 農曆年後 時間我們在這邊 有可能是農曆年前嗎 呃時間我在這邊我不能夠確定啦 因為我只是其中一個 就是我們其中一個部會 如果農曆年前來得及嗎 呃這個要看整個作業 所以如果要做也是可能可以 是意思是這樣嗎 呃就看整個作業的層 所以不排除在農曆年前就對了啦 呃這個真的我沒辦法肯定的答覆 但是我相信相關的部位一定會加速來 好因為大家現在很關注這個議題喔 那另外我們還是要提到說 近年稅收超增的情況真的非常嚴重 但是問題是為什麼會這麼嚴重 要怪就要怪政府嘛 你們在預算編列的過程中 其實有很多的行政疏失 才會導致說 呃去年超增4034億 今年超增4500億 類似這樣的狀況 讓大家覺得說匪夷所思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落差 那到底政府在相關的預算的估計上 是不是有很大的疏失 這部分你們有沒有檢討啊 這部分好 呃的確我們有在檢討 那因為過去這個大家知道預算從編列到執行大概前後大概兩年嘛 因為去年針對你們超收超增的4034億 有請財政部提出檢討報告 請問你們檢討是什麼 結果結論是什麼 為什麼會超增那麼多 呃最主要就是說 在編列的當時 就是說 編了以後在執行期間 那個景氣的狀況特別好 特別好 特別是營利稅務稅內部 所以超增是因為我們景氣特別好 所以導致你們預算編列太過 保守 無法跟得上現在的景氣是這樣嗎 對所以我們在112年度的時候 所以今年又再次出現這樣的狀況 連續兩年超增4000億 這個問題已經不是景氣的問題 而是說你們財政部 是不是已經行政失靈了 你們的行政態度或者是說 這後面有 更多需要檢討的部分 這個我們我們的確在檢討所以我們112年度 那明年會不會繼續超增 你們預估明年會不會超增 因為我們的預算 你先告訴我明年會不會超增 你們預估明年會不會超增4000億 因為明年的預算 明年的時贈數就跟今年的景氣有關嗎 那明年如果再超增怎麼辦 今年 那今年的景氣是這樣 前半年不錯 那下半年開始往下滑 那明年的話大概就是 可能情況也不是很樂觀 我們還是要讓這個 市長部長代理部長你知道說現在台灣的貧富差距 已經創下10年的新高 那我們這個超增呢 其實就是說 重所稅啊 贏所稅這些 可能有錢人越有錢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呢 這些 辛苦的人呢 他們越辛苦 所以呢我們針對這些 到底要紓困還是振興 這是兩種完全不同層次的問題 也就是說我們是不是應該要優先針對 年前針對這些經濟底層的弱勢民眾 予以紓困的協助 用現金的方式等等來排付給予這些 比較經濟弱勢的人紓困 而針對這些其他的 予以振興消費那又是另外一層次的問題 帶動經濟景氣 那是另外一個層面 但是我們必須要考量到 確實這一次超增的問題來自於說 貧富差距的落差 那對於底層民眾因為疫情受害的狀況 政府應該予以協助 但是我還是要提到就是說 我們的物價的漲幅喔 在CPI的指數施增這個部分喔 蘇院長其實在去年就有協助 承諾要調整 那依照我們所得稅法的免稅額是6萬元 每年的調整其實現在已經調整到9萬多喔 那好最後就是建議就是說 我們是不是財政部要直接研議修法 把眾所稅的免稅額基準 直接調高到10萬元 這樣不用CPI來做調整喔 其實才能夠真實的反應現在的狀況 那這樣明年的眾所稅就能夠直接適用 這也是另外一種還稅於民的方式 所以我也希望財政部能夠研議就是說 我們所得稅法第5條的免稅額 直接調整到10萬元 然後明年來適用 這部分可以研議嗎 麻煩用書面回答了 好這部分可以多久內可以跟我們回覆 一個禮拜內書面回答 好一個禮拜 謝謝主席